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福布斯预言中兴将申请破产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禁止中兴通讯 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从美国进出口的商品软体和技术的交易 有效期长达7年 福布斯杂志发表评论指出 这项规定如果生效将会切断中兴通讯智能型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的来源 中兴通讯基本上死定了 预计会在未来几周内申请破产 据东森新闻今天引述福布斯的评论指出 中兴通讯主要销售4G、无线、四伏器、路由器等网络基础设施 并在全球销售搭载安卓系统的智能型手机 而中兴旗下生产的所有产品包括处理器、记忆体、光学元件、天线、银幕和操作系统等 大多仰赖美国生产关键软硬体的企业 比如谷歌、英特尔、高通、美光和康宁等一系列企业 评论指出 美国此次禁止令如果生效 会让中兴通讯失去安卓的使用权 也阻断所有美国相关产品进入中兴通讯 等于关闭工厂和销售活动 即使中兴通讯自行研发产品 或者是找其他的部件来替代的话 也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评论指出 在无法销售任何产品错过5G发展转型的情况下 中兴通讯将会在未来几周内申请破产 评论说 美国政府的这项禁令 还会让许多美国企业 因为禁止销售产品给中兴通讯受到牵连 像是提供中兴通讯 大部分智能型手机晶片的厂商 高通比例高达65% 损失最大 报道还援引国际投行报告评论指出 中兴通讯除了宣布破产以外 还剩下谈判交易 转售两条路可以走 此外 中兴通讯有不少5G专利 在中国还是最强的 如果把消费电子 如手机 基地台等业务 分拆卖给中国其他的手机大厂 比宣布破产 或者是谈判交易来得更好 报道还指出 中兴产品的各级销售商 还有不少库存 各类晶片的硬体的订单 也预备了一到两个月的库存 基本上能够维持未来三个月的生产销售 不过如果中兴通讯无法在三个月以内游说成功 破产之说恐惠成真 报道还说中兴通讯面临生存危机 而中国另一个通讯巨头华为 现在也是如履薄冰 因为美国政府也对华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所以华为也开始紧缩美国业务 并且开始裁员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已经宣布停止使用华为中兴的手机 不过这项禁令只限制政府内部的人员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